1994年 圓騰集團的大家長朱志偉先生 也就是我們現任的董事長 詢問了我跟另外一位 共同創業的夥伴張子聰先生 是否有興趣能夠在台灣來合作 我打了五通電話 拿到了七張發電機的訂單 這樣的契機之下 安保公司就這樣成立了 在台灣及中國類似的技術性服務產業 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在當下是一個普遍缺電的環境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的產業 因為缺乏冠權的準備 所以在無預警的停電的時候 發生資料流失 產品報廢 甚至必須被迫暫停營運的窘境 所以我們就覺得 我們應該可以做些什麼 台灣因為地處於太平洋環代 當我們在討論用再生能源取代 傳統的石化燃料的能源的時候 我們在第一階段就開始投入了 避熱能源的開發 這是我們安保進入再生能源的第一個契機 後來我們也陸續投入了類似像熱電回收 熱電共生 早期發電 或者甚至最新的 新燃料電池的開發 那我相信這也是我們符合 國際上現在大家普遍要求的ESG 國外的專家一直認為 台灣應該有很豐富的 地熱的運廠 那我們就開始在台灣探索 可能開發地熱的區域及夥伴 在台東開發了我們第一個 全民營的地熱發電廠 也就是我們的全洋地熱 台南廠辦成立 其實有兩個主要的契機啦 一個契機是我一直很希望 能夠為安保蓋個家 那這個家呢 不見得是一個總部的概念 但是它更像一個累積了 所有我們為客戶服務的項目 及內容的一個綜合的展現 所以在我們安保的廠辦 我們未來會有客戶的教育訓練中心 產品的測試中心 我們也會有教育訓練的教室 以及整個完整的零備件的庫存 希望能夠為我們的客戶的服務 能夠提升到更全方位的一個狀態 那第二個原因是來自 我們關鍵客戶的一個勉勵 它希望我們把產品的供應鏈 能夠部分的在地化 安保廠辦實現了我們對這個承諾的第一步努力 我們從當初的設備供應商 到目前的系統整合商 結合更多的智慧 朝著更符合ESG全球共同價值理念的方向 成為一個解決方案的提供者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跟我們的客戶 跟我們的員工 跟我們的股東 乃至於跟這個社會 能夠達成一個互利共好的和諧狀態